今天的節目聚焦 2024年中非合作論壇峰會 峰會的開幕式 稍後即將在 北京人民大會堂舉行 目前與會的非方與國際貴賓 正在陸續地抵達開幕式現場 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 將出席峰會的開幕式 並發表主旨講話 在今天的節目當中 我們也是邀請到了 中國社科院西亞非洲研究所 研究員賀文平女士 來共同地關注 本屆中非合作論壇峰會 2024年中非合作論壇峰會 即將舉行開幕式了 相關最新的消息 我們首先來連線 正在現場的本臺記者 尼曉雯 曉雯您好 安東早上好 曉雯正所謂有朋子遠方 來不亦樂乎 本屆中非合作論壇開幕式 都有哪些看點 本屆峰會有哪些重要的議程 值得我們關注的呢 給我們介紹一下 好的安東 那麼峰會的開幕式啊 即將於今天上午 稍後10點多左右呢 就會在北京人民大會堂登場了 那麼在稍早之前8點多我們看到 就有很多的非洲國家的領導人 以及國際的貴賓已經是陸續抵達現場了 今天出席開幕式的呢 會有多位非洲國家的領導人 以及非盟秘書長法基 另外呢聯合國秘書長古特雷斯 也會作為特邀嘉賓出席 那另外呢還有一些國際和地區組織的負責人 作為觀察員方呢 也將會出席今天的峰會開幕式 那麼在稍後的開幕式的環節 我想外界最為關注的就是今天 國家主席習近平即將會發表的主旨演講 那麼中方此間也表示啊 在這篇講話當中呢 習近平將會闡述中非共建命運共同體的 新理念新主張 並且會宣布中國對非合作的新的務實的舉措 而從過去幾届不論是峰會還是部長級會議來看呢 其實中國和非方呢 我們關注到是先後宣布了多項合作計劃呢 包括這個八大行動 九項工程 十項合作計劃等等啊 那每次也都是貼合非洲的需求 針對當下的重點來宣布一些務實合作的舉措 所以這一次我們會重點關注到 雙方將會宣布哪些新的內容 那另外一個關注第二點就是中非整體關係 那中非呢是在2015年建立起了 全面戰略合作夥伴關係 那麼這次呢 中方也表示在峰會期間 將會宣布中非關係的新定位 而在過去幾天我們也看到 中方和一些非洲國家領導人 進行雙邊會見的時候呢 和一些國家啊 包括這個 尼日利亞 南非等一些國家的雙邊關係 也是得到了體制升級 所以在這些雙邊關係的帶動之下呢 我們也會關注到 在這次峰會期間 中非整體關係啊 會有哪些新的定位 新的表述 而又會有哪些新的合作 內容來充實和豐富啊 全面戰略合作夥伴關係的內涵 那麼在今天上午的開幕式結束之後呢 在下午呢 在這個北京的國家會議中心 還將會舉行四場平行論壇 那麼話題呢是分別涉及 治國理政和平安全 以及工業農業現代化 以及共建一帶一路等等 那麼其中值得關注的是啊 治國理政這個話題呢 也是首次被作為一個單獨的議題 放在了中非論壇的優先的位置 那這也體現出呢 非洲國家對於這個中國 治國理政經驗的重視 也希望能借鑒中國式現代化的道路 來探索非洲國家來探索 發展符合自身的國情的發展道路 那麼最後在這個共建一帶一路方面 我們也關注到這幾天呢 中國和一些非洲國家 也是簽署了一批 共建一帶一路新的合作量解備忘錄 而在高質量的發展階段呢 中國的一些投資和項目 也是正在從這個大型的項目 轉向一些小而美和惠民生的項目 我們也會關注到 在這種新的趨勢新的特點之下呢 今天四場平行論壇 對於各個領域的合作 各方又會形成哪些新的共識 那麼好 以上就是我們在峰會現場 瞭解到的最新情況 稍後還會帶大家一起來關注 開幕式的情況 先把時間交換給你 安東 好的 我們也非常感謝前方記者小文 為我們帶來的現場的介紹和評述 我們要把時間交換給出 我們一定要學好 我們要 decrease